多次醫生就說你宮頸比較短 怕你隨時會早餐 我聽到之後就成天霹靂 他就跟我說如果現在29週生出來的話 那寶寶會面臨什麼問題 要在NICU住多久 於是就叫我要留院三天去打強肺針 Hello 大家好 我是BK小編阿山 其實我現在目前已經懷孕37週了 剛剛好逐月 但是在整個人期我遇到的困難也不少 一些健康問題 例如留肺、宮頸短和適応的二韻 都曾經出現過在我身上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繼續看下去 大家開始之前記得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追蹤我們的IG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了 首先就想說一下留肺 留肺其實我曾經在印期也試過幾次 第一次就是在我大概12週左右 那時候就曾經有一次去洗手間發現 咦? 即是在內褲上有一塊啡色的東西 就好像以前來NICU第四、第五天的情況 當時也有一點緊張 因為始終未夠三個月也很害怕 就立刻問了朋友、問了同事 他們就說快去看醫生 那我就立刻預約了我的副科醫生 其實當時他也不是即日有期給我 他也說叫我們第二天來看 那我第二天就去看 那去到的時候 其實醫生就純粹幫我做超聲波 照一下 就說寶寶沒有問題 也不見到有出血 但是也沒有說要吃藥 又或者特別去做什麼檢查 其實當時就是這樣 就叫我繼續觀察一下 於是這個情況大概 大概留多了一天 第二天就沒有了 不過每一次其實那個量都很少 即是可能每一次都是 在內褲上面、護墊上面 看到有兩毫子、五毫子那麼大 但是那個情況又不是很嚴重的 所以當時我也沒有說太過緊張 那醫生也看了 那我就覺得就可以安心了 所以如果大家都有同樣的情況 我覺得都是先去看醫生 即是不要自己顧一顧 至少你照完醫生跟你說說 沒有什麼啊 那你個人都可以安心很多 那第二次留啡就比較驚險 因為當時我已經是懷孕二十九週有三天的了 那其實比較搞笑的就是 因為我前一天吃了紅肉火龍果 那我是其實很少吃這隻生果的 但是今晚家人牙有準備 那我又上網搜尋過 說對孕婦其實都很好的通便 那吃完之後那一晚 就馬上在底褲上看到有一大 發鮮 紅紅的顏色 就真的跟它火龍果的顏色很像的分泌 那我當時就覺得 一定是火龍果導致 因為有時候吃完這些紅火龍果 那些尿的確是會染紅了 那我都沒有什麼留意 就覺得應該沒事的 那接著到第二天呢 就都是保持著 那些分泌是有這些紅紅的顏色 那我也都覺得 那應該都是的 還是火龍果啦 也都沒有去管 但是誰知道去到第二天 再過了一天呢 仍然是這樣 那我就開始緊張了 就覺得沒有理由 其實分泌物沒有理由會變成粉紅色 就是可能療會 但是分泌物應該不影響才是 那我就很緊張 那當時就 又是想 就是覺得要去看醫生 那我就在想 應該去公立體 還是去私家呢 因為上一次去公立醫院做產檢的時候 烏梁是有提醒我的 就是你現在已經過了24週 你有什麼事呢 其實可以隨時入院就可以了 那還有經過上一次劉啡的經驗呢 令我知道 就是如果去私家看呢 其實他都是幫我照一下超聲波 那還有我當時真的馬上網看 就是如果這些週數 劉啡會怎樣處理呢 那很多人都說到 就是公立醫院 會有一些比較詳細的檢查 那於是我就決定 我還是去公立醫院 那當時就通知了柳剛 那他就陪我入醫院了 那我們就一起去了 我本身做產檢驗醫院了 那入到去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都做了很多功課 就是覺得很多人都說 其實劉啡沒有什麼特別原因的 只要他不是很多啊 又或者控制到就可以了 那其實我一直都想著 應該都沒問題的 就是純粹是做多一個檢查 就是保險一點 應該就沒事的 那於是一去到公立醫院的時候呢 其實他就會跟我去綁機 聽一下BB的心跳 和測試公宿 那當時他就說我有公宿 還要挺有規律的 但其實我自己就真的不太覺得 也都沒有覺得肚痛的情況 當時醫生就說 你公鏡比較短啊 就是怕你隨時會早產 那我聽到之後 晴天霹靂 覺得不是吧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有這件事 而且在正常的產檢 其實是不會特別和你量度的 那我一直都不知道 也都覺得好像 不是不是那麼恐怖 那他就跟我說 如果現在29週生出來的話 那BB會面臨什麼問題 要在NICU住多久 還有可能腸會不會那麼好 肺功能又不好 所以於是呢 就叫我要留院三天去打強肺針 那強肺針呢 就是幫BB的肺部發育 即是如果他真的要早產的話 那他的肺部也可以發育得好些 自己可以呼吸 就會存活率高些 身體好些 於是呢 我就留院留了三天兩夜 那期間呢 就是每十二個小時打一支強肺針 那強肺針呢 其實就是比較痛的針 是一些肌肉的注射的針 那會打在我的臀部 對上一點點的位置 那其實都挺痛的 因為打完下去 會有一種避了的感覺 那但我自己就不是非常怕痛的人 那我覺得都可以接受的痛楚 那針痛不痛啊 痛啊 有多痛啊 我以前打針痛很多 不是也不是很痛 不是也不是很痛 我當時針對的真的很痛 我當時針對的真的很痛 十級痛有多少級啊 那我沒有三級啊 於是呢 那三天兩夜 就是每一次都有 姑娘會經常問我 還有沒有留肺啊 多不多啊 那其實一直都是有一點點 就是很少這樣 那去到第三天出院的時候 已經是沒有了 那當時呢 其實每一天 醫生巡訪 我都有問他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改善肛頸短 那他們個個都是說 沒有方法的了 那你正常生活 不要說 因為那時候臨近聖誕 就說不要 整天出去玩啊 不要去大藝大學 不要去派對 那就OK的了 就是避免有任何對徒的撞擊 總之就不要到處去啦 那其實正常生活就沒有問題的了 那當時呢 我也都上網做了很多 research 很多人都說 或者是肛頸短呢 就要 餓床啦 甚至三餐啊 除了去洗手間 都要在床上面度過 那但是當時其實我 整天睡床呢 就是每一晚睡覺呢 已經很容易腳臂啊 覺得睡覺對我來說 已經是很辛苦的事 所以如果要我每天這樣餓床 我覺得我真的受不了 那當然如果真的為了BB好的 你要做都要做的了 那其實就是當你無助的時候呢 你很自然就會到處搜尋一些不同的資訊 那當時呢 我上網看到有一個醫生呢 是很多人 很多媽媽都說 是對肛頸很有研究的權威醫生 那於是我就馬上預約了他 那於是過了兩天之後呢 我就去了看他 那這個醫生呢 其實他 就 就 進去就正常地幫我照超聲波 於是就跟我說 你是肛頸短啊 那 就再幫我量度一下 還有呢 他就說我留肥的原因 是因為我有蜥蜴 但是呢 他又沒有說我蜥蜴多大 也沒有說什麼處理方法 還有 更加離奇的是呢 我從頭到尾 做了這麼多次檢查 我從來都沒有任何醫生 跟我說過我有蜥蜴的問題 那當時我就覺得 難道我是 懷孕期間生了蜥蜴 那也不奇怪了 那 就 打算下一次見到我 和苦科醫生的時候 再問他有什麼提示 因為 這個醫生呢 團衛醫生是比較酷一點的 我一直問他呢 他也沒有告訴我什麼 解決方法 我就說 那你留肥蜴 當然啦 因為你有蜥蜴 然後又說 那沒辦法的 但是 還有 工頸會不會對早餐有多大影響 我這些長度 他也沒有給任何的 建議 或者 想法 他就說 沒有得說的 因為沒有任何人會跟我做一些研究 也好看你如何生活 如果你 四處走走走 或者 你留在家裡 可能你的結果也不一樣 所以他也沒有講過任何 實質的建議也沒有令我安心 但他的收費真的比較貴 他開了一種藥給我 那種藥是抗公宿的藥 但其實我從頭到尾都不覺得自己有肚童 但他給我沒用來吃 那時候他叫我一個星期之後來複診 但因為我的體驗也挺一般 所以我打算不用了 我還是去我自己的婦科醫生去複診就算了 那如是姐又過了一個星期 那我就去了我婦科醫生那裡檢查 那我就跟他說 有醫生跟我說我有肢肉 你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是不是 那我的婦科醫生就很仔細地幫我去探宮頸 看 還有幫我去做這個陰道超聲 幫他看宮頸的情況 那他就有跟我說他都挺肯定 我是沒有肢肉的 還有他做過這麼多檢查 我一向都沒有肢肉 都很肯定是沒有 但是我的宮頸的確是比較短 於是他就開了一種藥給我 就是小白球的塞藥 希望宮頸變短的速度可以慢一點 於是姐就繼續這樣去塞藥 塞到三十六週就停了 其實我就先綜合三個醫生的意見 首先宮頸醫院的醫生 就沒有開任何藥給我吃 也是叫我正常生活就可以了 不需要特別餓床 或者特別做些什麼 而那位權威的醫生就跟我說 就叫我不要到處去 走小一點 但也不需要餓床 坐多一點就可以了 同時他也開了一個星期的病假 讓我留在家裡休息 到我自己的產檢醫生 都是說不需要餓床的 只需要不要經常到處去 而且他也建議我不要上班 因為你上班出入 跟別人逼地鐵走來走去 其實也不太好 建議我work from home 我也很感謝公司和同事們的體量 可以容許我在家裡繼續工作 其實在work from home這個期間 我也沒有特別常常去睡覺的 也沒有特別多餓床 因為其實我去到第三個印期開始 其實我一睡低很容易就腳臂 所以對我來說 我真的很不喜歡睡在這裡 所以我其實就是 常常都坐 很少到處走來走去 而且也很少去街 但基本上可能一兩個禮拜才出門口 才出門口一次去賣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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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但是當我上網爬文的時候 看到不同的人都有說 他在不同周數是多少cm 最後那個情況是怎樣 有沒有早產感 於是我第二天見到醫生 我第一件事就問他 其實我的宮頸是多短呢 他就跟我說 說回我是 當時我是2.41cm 其實正常是2.5-3cm 或者3cm以上 所以他就說我也是偏短的 但又不是說很嚴重 就不需要說太過擔心 自此 每一次去私家做產檢 他都有幫我量度我宮頸的長度 30周見權威醫生的時候 他就說我是2.3-2.4cm 因為在量度上可能有點不差 其實我就覺得 應該跟我上一次的宮頸醫院的長度是一樣 去到31周 去看回我本身的苦科醫生 他幫我量度也是2.41cm 但是再過了一次產檢 34周的時候 我就縮短了 去到1.8cm 所以那時候 醫生就跟我說 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未必可以去到預產期那麼久 可能會做一點 就叫我自己留意一些產兆 還有如果有一點出血 他說叫我叮叮也好 都馬上去醫院 因為就是怕 我這些宮頸段 可能開得比較快 整個產程會比較快 所以就有提我這件事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 我是看哪個醫生 又或者知道打強肺針是怎樣 或者面臨同樣的煩惱 找人傾訴一下 都歡迎IG DM我 如果對我們的影片有興趣 記得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追蹤我們的IG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